最新的消息 彰化的涌进箱 九点多发生了火烧车意外 37岁的杨姓男子 整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的时候 车上因为有鞭炮 结果鞭炮爆炸起火 杨姓男子当场被炸伤 消防队赶到现场 货车上有很多的纸箱 还有爆炸焦黑的痕迹 根据了解箱子里面装的是鞭炮 当时杨姓男子就在货车旁边 整理鞭炮 鞭炮不明原因炸开 那么杨姓男子的上半身 和脸部被炸伤 当场意识不清 被抢救送医